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阿丁的婚姻会走到这一步 然后也自己会去想说 是不是在某个部分 如果自己做得更好 那现在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真的责怪自己 比责怪对方还要来得多 所以她说她知道自己身为一个公众人物 很难回避 但她一再强调说 其实就是个性相处的问题 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努力 也花了很多的时间 共同做出这个决定 她希望大家给她的前夫阿丁 多一点的空间 而企业自家人的内讧 又多一点 那就是泰山这个老品牌了 这也是今天Google关键字的热搜话题 因为现任董事长受到了 作为董事的唐姐弟的挑战 说她投资大陆失利 独裁太过独断 因此要开临时董事会把她拉下来 泰山先炒蜜清爽口感是不少人 夏天消暑饮品 而泰山还跨足点心 从八宝州牛奶花生甜品都站稳市场 六十年老牌企业营运稳定 但现在出现第三代真权 四月二十五日要开临时股东会 到时候董事长詹岳玲的唐妹 也是公司监察人的詹佩山 打算逼宫要詹岳玲下台 我们是诚实的厂商 那个真金不怕火炼 我想这个时间自然会证明的 詹岳玲在泰山卷入油品风暴 第一时间站上火线澄清 当时的确挽回公司 形象也替自己加分 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 过去找来孙翠凤代言 让婆婆妈妈对泰山油品接受度高 1950就是油脂厂起家 后续跨入食品业 再到大陆投资设厂 包括漳州厂还有仙草南路 没想到近年亏了两亿多 让公司董事相当不满 加上泰山投资全家超商成为大股东 却只拿到一席董事 成为家族争权的导火线 泰山持有全家20%的股份 那为什么在全家只有一席董事 由詹岳岭以个人名义出任 那这个是不是有图立自己的嫌疑 甚至传出詹岳岭酬劳高达600多万 但其他董事却只领车马费43万 让董事们不满 泰山争权风波震撼食品界 公关部门回应事前不知情 可能是家族内部沟通不良 会在寻求解决管道 希望加和万事兴 TVBS新闻正事委 陈一山台北报道 另外再看到的则是三星的S7 那么这个手机应该在台湾即将就要开卖了 它除了主打说它的电池的蓄电更好 而且它的记忆体有改善之外 就是防水又防尘 然后记者实际测试把它带到水里半个小时 会怎样呢 新手机开箱不稀奇 不过坐在游泳池里拆新手机 不怕一秒报销吗 不用担心 这是三星最新的防水旗舰机 S7和S7 Edge Samsung说这些新型模型 可以长30分钟 至5米的水里 然后活着谈谈 我们来到Chelsea Pierz CN记者也来实地测试 带着S7挑进游泳池 来来回回游了好几趟 还潜到泳池底玩起自拍 影片看起来跟专业的潜水摄影机有的比 不过更严酷的测试还在后头 三星手机挑战极限 到底表现如何呢 记者浮出水面 马上打给妈妈 竟然还接得通 不过防水测试O-Pass 要通过市场的试炼 还得在家把劲 Samsung's been losing ground 特别是中国手机製作者 像Huawei、Xiaomi和Lenovo 跟他们的比较高质的手机 则估计说 Samsung失败了市场资源 跟这些手机製作者 美观和功能无法兼顾 是三星S6系列最被消费者诟病的地方 三星针对这两项问题做了改变 除了32G或64G的内建储存 还重新加入记忆卡支援 让使用者轻松玩游戏看影片 电池也经过改良 S7的电池续航力增加15% S7 Edge则是增加了30% 防水超薄又有大储存空间 价钱当然不便宜 虽然价钱比苹果还贵 不过三星对S7系列信心满满 未来也计划再推出的每款手机 都加上防水防尘功能 要稳坐智慧型手机龙头宝座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最近有一处韩剧收视率 比来自星星的你还要猛 那就是《太阳的后裔》 是宋慧桥宋仲基主演的 这一出戏除了台湾追 大陆追 韩国追 还有一个现象非常特别 因为这次是大陆跟韩国同步播映 没有想到大陆的网友 竟然可以再戏一播 就直接去看结局 然后回过头来 在韩国的网络上 给人家透露剧情 韩国的粉丝跳脚了 韩剧《太阳的后裔》 男女主角宋仲基和宋慧桥 两人相恋 分开重逢到接吻 短短四集因为节奏快速 让粉丝疯狂追剧 韩国九号晚间播出第五集 获得31.2%的收视率 稳坐同时赚冠军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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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先生 我看你 我看你 我相信 我相信 我确保持你 第五集身为特种部队的宋仲基 救了连人带车 卡在悬崖的宋慧桥 还为他做CPR 继第四集结尾后 又再次亲吻 不只剧情受到关注 就连主题曲也成为焦点 正式曝光的主题曲有三首 尤其是依美来的Always 更是成为两人的定情曲 之前它曾为主君的太阳 和没关系是爱情献身 面对抒情歌 驾情救手 登上韩国音乐网站第一名 这次搭上强挡韩剧 也成功衬托出剧情走向 TVBS新闻 徐坤山林指挥综合报道 我们继继续到日本寻找美食 日式炸猪排 大家一定觉得 就是很代表日本的食物 但其实它是海外传进去 有一说说 是从文言那去的 那同时呢 在日本 炸猪排有各种不同的吃法 而且附带一提 因为它的名称当中 这卡子这个词呢 有胜利的意思 所以无论是考试 比赛之前 都要吃讨吉利 通卡子炸猪排 是日本的国民美食 过这份名古屋的炸猪排 很特别 比起关东地区的炸猪排 厚切用酱油调味 关西地区 重视外皮酥脆 和偏甜的酱汁 名古屋的炸猪排 口感扎实 而且要连上味噌酱汁 味噌酱碰上热腾腾的铁板 立刻滋滋作响 铁板味噌猪排 这是日本名古屋 独特的猪排文化 普通に美味しい ご飯にめっちゃう こだわっているのは 一番はまず油っぽくならないこと 默っぽくならないこと そのために小麦粉 玉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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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脂の相性が よくなるように こだわっています 炸猪排好吃 味噌酱下飯 味噌猪排又被称为 名古屋飯 原来这是把名古屋 自古相传的红味噌料理 和炸猪排 结合而成的在地美食 炸猪排是日本饮食文化当中 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而在名古屋 这家炸猪排的名店 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電梯的内外 都是用猪来当一个装饰 而甚至在旁边的商品区 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 以猪为造型的商品 他们在这里建立了 他们的猪排文化 让味噌猪排 从饮食变成了文化 当然猪排口味 也要跟着时代做变化 随着时代改变 味噌猪排的口味 也跟着在变 唯一不变的是消费者的支持 日本的猪排美食 在名古屋 因为红味增 有了更深的文化底蕴 有美食要分享 如果你有一台超跑 你会愿意借给别人开吗 特别是借给年纪超过70岁的 阿嬷来开看看 Up you go Up we go Granny's got the Lambo today Granny's got the Lambo You call it Lambo I call it Gini Curse like a kitten You know how to do this Don't you? Backwards Where's the backup camera? It's just a car How do you see that? Can you see? I got it in here first But we're not Oh it says brake Brake is usually Smart as the way you are Here we go baby A little more fun You go girl Go girl We're a Lambo The Lambo Dini Queen The Lambo Dini Queen Hey Lambo Dini Queen You look me 兩個70歲的阿嬷 是藍寶經理皇后 當然很炫 就是有個車主非常的闊綽 借了自己市價超過2000萬台幣 的藍寶經理 給她們開看看 她也很想知道 別人看到會是什麼樣子 你看到這沿途果然 每個人都是瞪大眼睛看 想說我有看錯嗎 那兩個阿嬤當然非常的拉風 我不知道 這太有趣了 我們可以拿這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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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其實她的 的確是有置物空間 但阿嬤們沒有找到 非常可愛的一段影片 另外看到了 這就有點驚險了 因為在車上渡孤 結果摔出去了 好 你累了嗎 有人就這麼一靠 結果呢 靠在車門上 倒戰的時候摔出去 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而在等一下的戰勝大活明呢 我們還要繼續帶您來看 在倫敦 你說它有很多的美食 但如果說好多人 都可以吃到咖哩飯 你大概就好奇為什麼了吧 等一下回來